各位評選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今天要朗讀的題目是 我有個錯號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 人家有傘我有大頭 大頭是我小時候的綽號 也是人見人愛的金字招牌 小學六年禮 只要班上有同學喊一聲大頭 別班的女同學 就會忍不住的向我注目禮 尊重禮節 慕吟不慕 慕吟不慕獸 所以每天聽習慣了 到有幾分親切感了 記得小時候 我們家從爸爸經商失敗後 就從一個險下的富有家庭 變成收破爛銅鐵的窮人家 爸爸每天都要騎著一輛老舊的腳踏車 到鄉下都售麥芽糖 或用麥芽糖跟鄉間的小孩 換他們所不要的貨紙 廢瓶子 壞拖鞋等東西 全家大小一口一共九口 就全靠爸爸這個職業沒收 三餐吃乾煮稀飯的機會多 吃麵條和炒飯的次數少 碰到開學時 老師要收代飯費 家長費和聯絡粉費 總是我最會脫 往往全班都攪齊了那一天 也正是我在家裡 最兇的日子 為了減輕爸爸的負擔 一到寒暑假 就是我們兄弟姊妹幫爸爸賺錢壞款 我的朗讀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